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台湾岛才3.16平方公里 库叶岛不仅面积大 各种资源也很丰富 但就一个岛而言 库叶岛就拥有6000余条河流和1600多个湖泊 较大的内流河有波罗奈河 特米河等等 其次库叶岛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 尤其是石化灌木很是繁茂 当然岛上也不缺少像石油 天然系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 只不过 趁诺大的库叶岛早在160年前 就不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在种泽签订的第一条平等条约 拟不处条约上 很清晰地划分了中俄之间的领土边界 贝加尔古济东处于俄罗斯 而黑龙江以及乌苏里江流域 包括库叶岛在内的地区属于中国 设在康熙年间的黄鱼全揽图上 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渐渐地随着清政府的不断衰败 各列强都虎视眈眈地基于中国领土 终于在1858爱辉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作用下 乌苏里江以东以及库叶岛都从中国的疆域途中消失 但是如果深究这两个条约的严重性 爱辉条约才是罪魁祸首 爱辉条约划分出去 大概40万平方公里领土 也直接纵容了下一个北京条约的签订 而导致这条约签订的人就是爱新觉罗一山 他是导光皇帝的祖旨 在朝中担任镇黑龙江大将军 但是此人并无皇祖 该有的嫉妒 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在正式签订爱辉条约之前 一山就擅自签订过了 事情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那时 一山被派去广州作为督战负责人 但是他胆小的给人家英军开战都不敢 直接就投降了 而且还蛮的道光皇帝 直接就私下答应了人家苛刻的要求 他最后在给道光报道时也是谎话凉篇 毕竟说一个谎后 就需要用千千万万的谎话来填补 不过最后还是被别人揭发了罪行 道光帝虽然很气愤 碍于爱新觉罗血缘关系 也只能是小城而已 大概是本性难以吧 一山被放出来之后 还是一如既往的作风 谈小怕事 1855年被任命大将军 在黑龙江就职 而他还是擅自作为清王朝的代表 偷偷和立强签订条约 与俄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爱辉条约 割杠最大的岛屿库叶岛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之后 一山还想用谎话填补过错 咸丰差点口吐 鲜血 不过再也没有重用过一山 最后一山于1878年死在了北京 就是因为他才加速了中国失去库叶岛的脚步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